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 就是奴隶29号 现在我们看到在路上 我现在还在回家路上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都匆匆忙忙的回家 OK 我们看在我前面的也是一个田野 专门中刀子的地方 这边是我的车子 OK我们看 感觉大家都很匆匆忙忙的 在路边呢 我就是发现 有一些野生的木瓜 我们这边叫做木瓜 可是不是我们中可以吃的木瓜 这种木瓜呢 就是野生的 我们看 OK 这是一种野生的木瓜 然后这种木瓜呢 就是不能吃的 不能吃的 这种木瓜不能吃 我们看 上面还有些虫 它在咬这个椰子的 OK 虽然啊这颗木瓜呢 也剩木瓜呢 小小的 可是已经来过 然后它的果子不是叼丝 而是梳起来的 是这样子 我看 这种奇怪的木瓜 这种奇怪的木瓜 然后我们这种木瓜呢 在我们这里有两种 一种是椰子 是这种 然后另外一种是它的是红宝石的颜色 然后 然后这种木瓜呢 不能吃 它里面的果会有毒性的 是毒性的 所以我们不能吃 只能使用来制一些 制一些冰形 就像 有些骨头有问题的那些冰形 才使用这种 经常通的 就是使用这种 来去治疗 OK 我们看 虽然还是很小 然后我们看 椰子都是香木瓜 这个很小的时候 已经来过了 我们看 好多这里 OK 然后我们 我们看 这样子 我们看 上面是它有花 然后花之后 就来了效果 我们看这样子 OK 这边呢 好多 好多这里 OK 这种木瓜 我们看 我们看 颜色 很奇怪 啊 当小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黄色 然后上面是红色的部分 OK 然后我们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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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 这里 好多啊 OK 然后我再跟大家强调 这种木瓜 不能吃 只能 使用来 当做 绕料 治疗一些冰性而已 OK 我们看 我们看 这边 我们看一大片的 一大片的果 然后我们看 这里是 这种野生的木瓜的果 哦 我们看这边 好多这里 OK 一大牌的 我们看 这是它的果 就像水雷一样 有 这尖尖的 像水雷一样 然后这些木瓜呢 它 很容易存在 很容易生存 我们看 长在路边而已 这是我们的路边 然后我们看 这些都是在路边而已 OK 我们看 好多 好 这样子 我们看 这么小 已经来过了 我看这里 OK OK 我们看 这么小小的 就已经来过了 看 好多 我们看下面 这是 这种木瓜的下面 我今天呢 就是回家的路上 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种木瓜的发现 其实 我们看 这些木瓜的 高度 大概30到40公分高而已 可是好多都已经刮 刮果在上面 然后它的果就刮在顶头上面 哦 哦 OK 刮在顶头 头上面的 这里 哦 OK 怎么看 一大牌的 这里都已经来过 这样子 OK 我们看 一整牌的 都已经来过了 这样子 然后 都是黄色 OK 这样子 我们看 几乎每一颗 都有来花 然后我们看 这边 还有一只虫 好多 我们看 一大牌的 都是果 OK 我们看这里 旁边还有个虫 这个虫 这毛毛虫 喜欢吃 这个椰子 然后我们看 这边已经来花 这样子 OK 一大牌的 这个 OK 我们 好多 好 今天已经 是年底了 所以 趁 这个机会 我只是跟大家 分享一下 在世界上呢 会有 很多 木瓜的 清洗 有的 有的 是我们人造 培养起来的 有些是 有毒 有些是 无毒的 像我们一般 可以吃的那种 木瓜 它也有些 病情可以治疗 像我们吃的那种 它的话 可以控制 癌症 发展的细胞 然后 可以治一些 被蛇咬到的 它的那种树枝 可以调节 毒性 OK 今天我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 四位 喜欢的朋友呢 请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 登记我频道 再见 呢